7月19日至20日,八支中超三赛球队已分别抵达大连赛区。 球队从抵达的第一时间起,即进入全封闭管理模式。 截至昨天,全体球员、教练员已经完成到达大连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庆。 目前,各支队伍都在积极准备即将开始的中超连赛。 对赛区的各项工作表示满意。 近日,大连市出现新增新冠肺炎试诊分率后,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中国足协以汇总大连市政府在原有疫情防控方案基础上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和安排。 目前,各项防疫措施执行弱势到位。 现在,大连赛区的竞赛组织、后勤保诈、配套服务、食品安全、服务接待与各项工作运行良好。 中超连赛比赛将如期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